台南市上中央争取了9座前瞻立体停车场 其中位在台南监理站的东区林森多目标立体停车场 在今天动工 市长黄伟哲表示 基地位在精华地段 近邻住宅区、学校还有行政机关 要把土地效益最大化 预计两年后就会完工了 还会将林森图书馆以及办公厅社融入其中 渴望成为东区行李标 热闹鼓声位在台南市东区黄金地段的林森多目标立体停车场 18号正式动工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典礼 给予致辞以及祝福 这个是最后一个开工的 但是也是重中之重 贵中之贵 高中之高 会这样说是因为这座地上七层地下一层的停车场 就位在东区精华地段 近邻住宅区、学校以及行政机关 这是我们所争取到了9个停车场里面的 最后一个招标出去能够开始做的 总共提供545个汽车停车位 856个这个机车停车位 那也提供了办公停车空间 以及这个图书馆的空间 强调完工后能够大大提升都市的生活机能 目前预计两年后完工 将成为台南市量体最大的立体停车场 那我们可以知道目前这块土地 就是在建里站的旁边的这个停车场用地 那它平常当然是提供洽工民众的这个停车需求使用 那我们后来经过 我们往后经过立体化开发之后 我想除了停车位的提供之外 我们还有多目标使用 会有两层的东区的图书馆 总共耗资11亿元 预计在2025年8月完工启用 台南市交通局也表示 完工后不仅增加停车空间 还将林森图书馆及办公厅社融入其中 渴望能成为台南东区的新地标 记者综合报道